长期浮按肩颈酸痛 脊柱调理5分钟快速更练 盖起来 办公室坐姿拉伸6连环 无器械也轻松 一把椅子 坐正开始 双臂后侧斩肩逆动 身体背部打直 伴坐于宫内上 双臂用力向神速抬起 食指紧握 肩膀下沉 感觉肩胛骨和伤胃部的肌肉在收缩 肩膀被打开 这个动作如果做不标准 可以对着镜子来感受 注意全程肋骨不要向外叮出 平稳呼吸 按针体会身体的变化 可以感觉到日常的自己招 做儿童后酸胀的肩部肌肉 在慢慢地被舒展开 休息时脑中 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 双致紧急于拉伸 让头肩和抬起的手肘在同一水平面上 手臂缓缓缓用力在耳侧 这个时候伴随呼吸 感觉斜方肌的拉伸感 一点点的加深 呼气 我们将面图适当地向地面方向转动 保证紧急于的后侧 也可以得到拉伸 一起换个方向 继续借助靠心 去拉伸我们内侧的斜方肩 和肩膀 好的体态就是在长期坚持的训练当中 不断养成的 休息10秒钟 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 将左臂从身后绕到右腰的外侧 与右手相握拳 用下巴去找右侧肩膀的位置 视线自然落向远方 按锁呼吸的节奏 可以逐渐将左手像身体前侧前纳 直到你可以坐到的最极限的位置 反方向也是如此 人间好像是我收到的小伙伴 最长的体温的体态问题 坚持练习这个动作 随时坐起来都会对纠正人间很有成效 休息10秒钟 休息10秒钟 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 与覆虽摩Form 减制 刚才发生 New ham 体造成的期限 很棒 those 痩子 拉了 published 好 比较 Moot 看 大声 将右侧的脚踝放在左侧大腿上放 这种左和二浪腿之间的区别就是 我们要用手去向下推动膝盖 尽量使翘起了小腿的肩膀 保持身体的正确 会感觉到大腿内侧被拔伸 如时和关节被打开 尽量使翘起了小腿的肩膀 反方向同理 调整呼吸我们再来一次 女孩子们在意的可行问题 跟关节火星受限 也不愧用这个动作 在日常生活的三遍时间来改善它 休息十秒钟 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 在上课通过的基础上 我们将身体的水位小腿的肩膀 可以向后进行扭转 保持肩膀放松 继续呼吸 同时让你的双腿 都本身继续留在座位上 此时你会感觉到背部 腰部甚至宽度 都有释放的感觉 慢慢来我们换一个方向 继续这个动作 依然保持几个呼吸 让你的身体 逐渐适应这个拉伸感 持续的坚持和抑制力 真的是改善生活 改善体态最好的朋友 休息十秒钟 休息十秒钟 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将双臂从身体两侧水平向上举起 右手将左肘向右侧前 保持左侧线条的拉伸 将双臂从右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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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到右侧前 将双臂从右侧前 将双臂的一口 将双臂从右侧前 将双臂从右侧前 点赞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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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